这一块刚取的蜂巢蜜大块吧 有史以来的记录啊 这是一桶神奇的蜜蜂 蜂巢做的这么多啊 我叫马公主 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网友都叫我松阳蜂王 马哥你在这里啊 对啊 今天过来拍个视频 等一下直播播一下 好的好的 杨家堂是我们松阳最出名的 一个古村落之一 这边有两个王 2012年大学毕业 我留在杭州做服装生意 身边总带着爷爷取的土蜂蜜 很快就被身边的朋友抢光了 我想既然家乡的蜂蜜这么好 我为何不回家养蜜蜂呢 在我们横章村 自古以来都有养蜜蜂的传统 村里的很多老人 他们用古法的原土养蜂 养的是我们当地的一种 叫中华蜂的蜜蜂 它个头比较小 采集的是周边大山里面的零青蜜蜜 所以我们产的蜂蜜叫做百花蜜 通过两年的努力 我们的养蜂场分布了很多的乡镇 迎来了大丰收 我身边的很多是伙伴 他们都在大城市里面打拼 后来我就慢慢地邀请他们 一起回来创业 马公主 我是张俊杰 刘涛 我们是大山里的养蜂人 敢不敢跟我们一起来去养蜂 我 目前我们团队有二十多名返乡创业青年组成 大多都是九零和 最小的是零零年的 我们通过短视频 就是分享家乡的好山好水 还有我们的农村生活 把我们农村创业的精神 通过短视频给分享出去 很多网友关注了我们 我们团队现在粉丝量达到千万以上了 随着我们的土蜂蜜的名气越来越大 销量也越来越多 我们发动更多的农民参与这份甜蜜事业 一起共同致富 小蜂蜂蜜是挺多的 以前有蜜蜜蜜 他来了以后面都回去了 我们分享自己家乡的好山好水 还有我们的农村生活 很多人都羡慕我们的生活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我们这边参观 体验 带动了当地的农家乐 民宿 旅游等方面的一些发展 可以就这么行 长方形也行的 不一定要长方形 最恐怕 水都流出来了 这实力不是水 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有个小家伙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想吃啊 农村与城市之间需要一个桥梁 那我们其实回来做这个 其实也就是勾搭了这个桥梁 把农村的优质农产品 经过这个桥梁 送到大城市里面 大城市的旅游 进到农村来 今天很多朋友 来到我们山里体验取蜂蜜 哦 大山里的蜂蜜甜不甜 又香又甜 来一块 作为新时代的返乡创业青年 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 我要带领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 带动更多的农民 征收制服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真正的金山银山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 让愿意上山下乡 回报乡村的人更加有信心 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 这是第一次到北京哦 这次来北京参加这个 全国农村青年植树带头的论务 整个颁奖仪式 这个农业 我替我团队所有兄弟们过来领的农业 这个农业是所有兄弟们共同努力得到的 继续加油